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it.com为大家提供的NodeGS系列教程 我是主角老师大地 这一讲我们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下 基于这个Express加MogoDB的商品管理系统 在上一讲其实我们已经给大家实现了这个商品的一个增筛改查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商品的这个写式增加 以及这个修改 还有我们这个删除 其实都完善了 虽然我们实现了这个功能 但是我们这个程序有问题 有啥问题呢 你发现我们现在所有的代码都写到了app.js里边 所有的代码都写到app.js 你会发现啊 两个模块还好 这里边代码还行 还能看得过来 如果你现在有一百个模块 一千个模块 那你都放到我们这个页面里边 这样是不是就不合理了 不过我们要实现啥呢 实现多人开发 对吧 那你这个页面都放到app.js 你怎么实现这个多人开发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要实现啥呢 就要实现我们这个模块化 也叫路由的一个模块化 再看一下 就是我们现在的模式是这样的 你所有东西都放到app.js 比如有登录 有登录 对吧 有登录 什么 有注册 我们现在还没有其他的 比如说有商品管理 商品管理 还有什么 用户管理 对吧 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 当你这个 就是你这个模块少的话 你放到app 就比如一两个模块 你可能放到app 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页面多的话 你想想 你一个人 肯定不能同时开发这么多东西 对吧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实现另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这个app.js 他只做一个路由的功能 路由的功能 路由 路由的功能 比如说你这里边来了一个商品管理 商品管理 那我让你加载谁呢 加载这里边的商品管理的模块 商品管理 这个模块 然后你又有个登录 对吧 那我让你加载登录这个模块 登录这个模块 那你有商品管理 可能又有什么 又有个用户管理 那这里边 我再让他加载这个用户管理的模块 这样开发有啥好处呢 首先我们实现了模块化 就你app.js 你只做一个路由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多个人 是吧 同时开发 比如有些人写商品管理 有些人写用户管理 有些人写登录 对吧 那这样我们一个项目 就可以多人配合开发了 再有啥好处呢 再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 比如商品遇到问题了 我们是不是直接找商品就行 而不需要再在我们这个app.js 这么多 但是你在这里边看 对吧 如果登录有问题 我是不是直接定位到登录这个页面 那这样是不是方便我们这个开发 维护 行 这就是我们说的 要实现这功能 那要实现这功能 那我们怎么实现呢 那行 那首先的话 我把这里边代码都删掉 我们该删的都删掉 我只留一个express 其他的都删掉 我们先也是一个基本的功能 然后回头我们再把我这个项目 再给大家复制过来 行 自己看 自己看 我先把这个项目都干掉 行 那这样是不是还原了一个相当一个简单的一个express 对吧 那你通过express.get一个斜杠 然后一个function 一个IQIS 那这样是不是最简单的一个页面 自己看 IQIS 没有问题 那这时候的话 我IS点一个send send就是你好 not.js 你好 你好 not.js 现在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 那这样我运行 他那边一刷新 是不是就是应该是个3004 就是你好 not.js 这样没问题 没问题 那我们接下来我要实现这个模块化 我想实现什么功能呢 你这里边输入admi 输入一个admi 走 我这里边我不是在这配置路由了 我这个路由配到哪呢 配置到外边 比如说现在的话 我在外边再新建一个routes routes 然后在这个目录里边 我又新建了一个 新建了一个叫admi admi.js 就是你这里边的话 如果你给我匹配到admi这个路由 我要加载去呢 我要加载admi.js 那这个怎么实现呢 那这个其实在我们这个express里边 已经给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方法 仔细看 我们打开这个官方网道 给大家看一下 官方网道打开 在这个express路由里边 你回头叠一个express路由 路由里边 你往下拉 它有个express router 然后这么一个东西可以干啥呢 可以创建模块化 可挂载的路由巨饼 路由巨饼 那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是啥意思呢 比如说你看 它这里边告诉你 我首先新建了这么一个js 然后这里边写了这么多代码 然后回头 我再把这个router这个模块暴露 暴露出去以后 然后回头你这里边 引入这个board的模块 对吧 引入这个模块以后 那我如果匹配到这个路由 我就让它加载这个模块 这样就实现了 行 那接下来我们也是这样的一个实现方法 比如说我这里边输入 输入一个anemy 对吧 anemy anemy 我就直接加载anemy模块 比如你输入一个anemy下面的user 那我也是加载anemy模块 也是加载anemy模块 那我们看怎么实现 要实现 那首先我们在anemy里边 我们需要引入这个express 引入express 然后引入express以后 express里边其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叫 叫expressrouter expressrouter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把这句话拿过来 expressrouter 就是我们这里通过这个expressrouter 可以干啥呢 它这里边说了 可以创建一个模块化 可挂载的路由巨饼 可以创建模块化 可挂载的路由巨饼 那你仔细看一下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router 这么个实类 get 就可以配置路由了 对吧 get get一个斜盖 表示你anemy进来一个斜盖 那我要做一个处理 仔细看 如果是个斜盖 然后我这里一个function 然后来一个 iq is iq is 然后这里边 我is 点一个send send这是一个 ane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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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ex 如果你这里边来了个啥呢 你这里边来了一个叫anemy 下面的user 那我给你加载anemyuser 模块 anemyuser 那如果你在下边再来 再来了个啥呢 anemy下面来了一个 比如说叫p-r-o-d-o-c-t 那我这里边给你加载anemyproduct 这个模块 行 那这样这个单独的路由文件就配置好了 就是模块化这个文件就配置好了 配置好以后 你一定要注意啊 它也是一个模块 如果这个模块要让外部可以访问 那我们是不是要暴露啊 你看下他这里边也暴露了 是不是通过module.xpos把我们这个 把我们这个router这个实例给它暴露出去啊 暴露出去以后 那我们外边就可以访问到这个router实例了啊 所以一定要注意要暴露啊 必须得暴露以后 我们才能访问啊 因为模块化你必须得暴露 模块化暴露啊 暴露这个router模块 暴露以后你仔细看啊 这里边有个anemy 那我在app里边啊 app里边那我怎么做呢 我先把这个去掉啊 写去掉 不去我就直接啊 直接写就是 如果这里边 你仔细看 如果app.u 一定要注意 通过中机界来配置 app.use 如果你来了这么个地址 来了anemy这么个地址 那我让你加载谁呢 加载anemy模块 那anemy模块有吗 没有吧 所以接下来 我是不是要引入模块 引入 引入模块啊 引入模块 引入谁呢 引入我们这个anemy 那我就vranemy等于 requer谁呢 requer我吗 这个模块在哪呢 是吧 路由 routers 下边的 下边的anemy.js 那这样这个模块 就引入了 仔细看啊 anemy.js 那行 那你这里边 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啊 就是你只要输入anemy以后 那他就去加载锤呢 加载这里边的anemy模块 打印这个信息 你看一下啊 我们这里边运行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我刷信一下 是吧 输出一个anemyindex啊 他这个代码还是走谁呢 他是走这儿 你这样运行以后 你看如果啥都不输入 是不是一个找不到这个路由 但是如果这里边输入一个anemy anemy 他去匹配水呢 首先这里边有anemy 他匹配到了 匹配到了 加载我们这个anemy模块 加载anemy模块以后 那anemy模块以后 anemy模块里边有个鞋盖 所以他这里边 所以他这里边啥都没写 就表示加载了我们这个鞋盖 这个模块 就是anemyindex 那如果你来那个anemy什么呢 user 走 就加载了我们anemyuser 如果你又加载了anemy p-r-o-d-o-c-t 那就是anemy p-r-o-d-o-c-t 这个模块 那这样我们就实现模块化了 那你再仔细看 再仔细看了 那如果现在我们有个index 模块 index 那我就直接复制了 有个index index.js 那index里边 那就是index首页 index里边比如有什么呢 有商品 有商品 那就是商品页面 就是商品页面 商品页面 这个没问题吧 来 那这时候的话 我们再在这里边 你是不是要加载我们这个index 引入我们这个index 我们这个鞋台的一个模块 这样的话 我们就现在实现模块化了 然后这里边index 引入我们这个index 然后这里边 如果你这里边 传入的是一个斜盖 我加载谁呢 加载这个index模块 加载index模块 那你这时候看一下 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对不对 我们运行一下 你仔细看 如果我这里边啥都没输入 啥都没输入 它匹配到谁 是不是匹配到斜盖 匹配到斜盖以后 加载谁呢 是不是加载我们index index是不是在这 加载了我们这里边 如果你这里边 你再看 如果我输入一个product p-r-o-d-o-c-t product 那这时候 它是不是就加载了 我们这个product 这个模块 那你看一下 输入product 那product 你看一下 它在根目楼下面找 product 它这里边有product吗 没有 那product 它相当于 就是product 前面是不是有斜盖 所以它在index里边找 看有没有product 如果有 是不是就加载了product 这个路由 这就实现了模块 就这么简单 现在你看一下product 我们再重新运行一下 我改了这个编码 我要运行谁呢 我要运行app.js 一定要注意 我们所有的文件 以这里为入口 是吧 product的页面就实现了 那这样 你再回到我们这个图 你看一下 我们app.js做了啥 是不是做了路由功能 路由功能 当然我们这个项目 比较大的时候 你看一下 这是前台后台 那你会发现 虽然你这里边 前台后台分开了 模块化了 对吧 但是你发现 我们这个admin里边 admin里边 它又有这么多模块 对吧 又有一百个模块 你是不是又得写一百次 所以这时候 我们又要分离 那这里边的话 我在router下面 我再新建个admin文件 目录 对吧 然后这里边 那我就新建这么几个文件 首先有longing 做登录功能的 那其次的话 我再来 还有什么呢 有登录 有什么呢 有什么 有user模块 用户管理的模块 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这个prodct 商品管理的模块 行 那这样我是把admin进来 我又要进行模块化 那接下来的话 怎么做呢 那我就把这个付诸过来 放到这几个模块里边 仔细看 那这里边 我同样的引入这个express 引入这个模块 然后这里边斜杠 斜杠我就是 登录 登录页面 登录页面 然后这里边我一个post 登录模块里边 是不是有个登录的写式 还有什么 还有个do什么longing 还有dolonging 行 那接下来这样就配置好了 就这个它是写式登录页面 然后这里是处理什么呢 处理 处理登录的业务逻辑 处理登录的业务逻辑 那这个longing就写好了 longing写好你以后 你再看这里边还有一个prodact 商品管理 商品管理页面 那这时候你看一下 商品管理里边 那斜杠表是啥意思呢 表是写式 写式商品首页 商品首页 然后这里边它是不是有add add叫getadd get一个add getadd我是不是写是商品的一个增加 anemy商品增加 写是商品增加 然后在同里我再写 那这里边 你是不是这里边写的都是谁呢 是不是都是商品相关的 商品的一个edit 商品的编辑 还有商品的一个dlet 商品的删除 商品的修改 商品的删除 行你发现啥功能 是否我们商品相关的功能 我都写到这里边了 然后还有用户管理 那你同理把这个付出过来 用户管理的 那我们就写写两个用户管理的 那你是不是都在这里边找用户管理呀 比如用户管理来个斜盖 那就是写式用户首页 用户首页 用户首页 然后这里边写add add 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写是增加 增加用户 增加用户 那这样是不是就模块化了 你这里边写的是不是都是用户管理相关的模块 用户相关的模块 那行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里边 adme里边 那我就又不这样做了 我要怎么做呢 仔细看 那在adme里边 我是不是要引入下面这几个模块 比如adme里边 我也是 adme里边也是 就是 它相当于一个后台的路由 后台路由 所有的后台处理 后台处理 都要经过这里 都要经过这里 那你仔细看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配置了 配置啥呢 就是 我首先 我在adme里边引入这几个模块 为了一个 比如说longi 等于什么呢 等于require 登录的话 引入我们这个.adme 下面的这个logi.js 这就是引入了登录模块 那接下来 我把其他几个模块也引入 你仔细看 那这里边是不是有商品管理的 product product.js 还有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 user user.js 行 引入进来了 引入进来以后 那接下来 我要配置路由 配置路由 配置路由 就是router.use 一定要注意 这里边我们挂载路由 通过use use来实现 如果你这里边来了什么呢 是不是来了个login 我是不是让你加载谁 加载 enemy login 加载一个login模块 同理 如果你这里边 来了一个商品的 那我让你加载商品模块 那同理 如果你这里边来了啥呢 来到我们这个用户管理的 我让你加载用户管理模块 那你这时候看一下 那我们这个 我们这个程序 是不是 虽然切套了好多 但是这个模块 是不是非常清晰 我们一点点来 首先你看一下 我们首先入口是app 入口app 运行一下 入口app 如果你这里边输入水 如果你这个地址 它解册到 解册到这么个地址 仔细看 如果解册到 斜杠enemy这个地址 它继续加载谁 是不是加载enemy 加载enemy这个模块 enemy这个模块 那这里边是不是就没有 匹配到任何路由 但是如果你这里边输入 enemy下面的longin 那首先 它匹配到这 enemy 是不是加载enemy模块 加载enemy模块以后 enemy又匹配到 你这个有个长达 有个叫 enemylongin的东西 就首先enemy 匹配到这 那回头你enemy 下面有个longin 那这时候 它是不是又匹配到 这里边有个longin路由 所以又加载了谁呢 是不是加载我们这个longin 加载longin以后 它默认为是夹在login里边的 这个登录页面 那同理 如果你这里边输入一个什么呢 如果输入一个啊 就在app里边 输入一个adme下面的一个user enemyuser 那这时候 它这个路由 它首先看一下 你这里边有没有匹配enemy 如果有 加载谁呢 是不是加载enemy模块 那enemy模块加载完成后 它又看你这里边后边是啥 是不是user user以后 它这里边找到有user 有 user是不是加载user模块 那所以这里边打印出上 是吧 显示用户首页 那这就是我们这个模块化就实现了 仔细看一下 运行一下 仔细看了 入口还是我们这个app.js 然后我这边啥得不输 走 是吧 index 当我输入一个adme 走 它是不是路由找不到 因为你这里边 匹配到这个adme的时候 它是不是adme 下面没有接听你这个斜杠的路由 所以它这里边是不是找不到 但是如果我输入一个 仔细看 adme下面longin 那这时候 它是不是找到adme 找到adme以后找到这个文件 找到这个文件以后 有longin吗 有 有longin走 是吧 加载登录模块 虽然这里边乱码了 它是乱码了 乱码重新来一下 它这时候就会加载我们登录模块 这就实现我们这个模块化了 来 重新运行一下 运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我们所有的入口 以这个app.js为入口 你看我们输入adme longin 走 是吧 登录页面 当我输入adme下面的user 是吧 用户写是用户管理的页面 当我输入adme下面的pro doct 走 是吧 写是商品页面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现模块化了 就是你这里边路由不同 我是吧 加载的模块不同 然后回头 我每一个模块里边 单独处理 它单独的一个功能 这就是类似于我们刚才这张图 这张图 那你这时候开发的时候 就和我们刚才说到 你是不是可以 张三开发这个文件 开发登录模块 里四开发商品模块 然后 张三里四 网五 网五开发谁呢 开发用户管理的模块 互不影响 对吧 是不是互不影响 其次的话 那还有啥呢 维护起来 你比如说你要改商品 商品里边 我要改一下商品的一个增加 对吧 那我是不是找到商品模块就行了 我直接改一下商品的增加 改成比如增加商品一一 那这样回头一运行 是不是商品模块就改了 对吧 而不像我们以前 你找半天找不着 对吧 product比如说add 那这是不是就商品增加的一个模块 因为你这边输入admi product 它是不是加在到admi 加在product product里边 没有找到product 加在去呢 是不是加在这 如果你输入admi 下面的product add 它首先找到admi 找到admi以后 admi加在product product里边匹配到add 所以写是我们这个路由 这就是我们说的模块化 那既然我们把它模块化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再把我们那个项目再进行一下改造 行 那这一家我们就现在讲到这里 然后下一家的话 我们把我们以前的这个写的这个项目进行一下模块化的改造 好啊 好啊 好啊